中国论是不是瞎说的 中国大陆对林子这一块的认同度 使用的层面已经迎头赶上我们 我们今天还在把他不问不问 这个不问不问 如果说我们要把林子拿去有的公司 有的台湾的生化公司 制作出林子来去申请两张健康食品的征兆 第一个叫免疫条件 第二个对钢封门改善有帮助 这个要花几百万得到两个封门的人 这叫做小猪食礼 在某个层面上叫做饶品 如果我今天的生姜 煮一煮可以气风行 是不是也要申请一个自豪 一个生姜 卖生姜的一个小贩 哪有两三百万去做这样的认证 我看有个三五百万 我看他也就不要做这个生意了 他最就差不多了 这小贩他也所求不多 所以这些法案其实是少的 但是不定呢 我们很多的厂商又不自立 对不对 又以偏盖权 又卖花术花田 所以讲两年话 来还是真的很难管 如果你当政府官员 你会发现总统不是人干的 我相信也是 好了 不谈仔细了 那么就说林芝呢 我们在我们的活动当中 是用最多的 主要原因是 他是管普的 他是管他的适应要求 他是第一位 很多学者认识 李西生李教授 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主张 林芝的吻合适应也要求 那么其他有没有 有福利 木利 你看都是我们在用 狗鸡子也可以 水肯定可以 阳光可以 但是不来过 那活东西都不来过 在恰到好处的时候 很多食物都是吻合这个要件 你看我们用的食物酵素 我们用的长寿 我们用的益生菌 为什么这些会是适应 也是因为身体本来就存在这功能 这样理解了吧 本来就存在这功能 只是说我们在应用 应用这些食物 去强化了本来 以身就既有的这样的功能 强化了它 这叫福祯 简单的一句话 我这里还有 我们人讲到营养学 你谈到营养学 我们就谈花粉 为什么会用花粉 有一家公司就一个林芝加花粉 已经卖到国际上很多生意了 这是对的 生意就是把这些知识化为食物 去赚一些合理的外汇 没有什么不好 生命生活生态生计生产生产生产 是意识自然学 你把这些好的产业 给它一些学术一计 一些理论 让他们去发财 他们发了财以后 用邓小平的话讲 总是要让一些人先富起来 重点是富起来的人 必须富而好利 富而好人 那是对的 发财没什么不好 所以其实政府 一个政府 它就是要帮助老百姓发财 发什么财 发良心财 发对生命生活生态生计生产 都有帮助 这就是一个社会 就是一个社会 花粉 我们滕湾还有一个例子 你要去看的 天良主帖 他推动的是例子 多吃例子 我们写玉绿树 就是植物的血液 我们人类的红血球 基本上的分子结构 跟玉绿树是差不多 所以有的科学家也在想 如果把玉绿树一转 就变成红血球 其实大可不要花这个精神 因为你把大量的玉绿树 持到身体里面的身体自然回去做 我们不需要在外面通过什么生物科技 去转量以后 你就不可以把玉绿树直接注射到血液里面 有的人说 现在是血环 对不对 血环呢 那我们干脆以后通过这种生物科技 那以后我们流出来的血是绿色的 那什么样子不知道了 这些都是分化玉绿树 制造碳水化合物 产生很多东西都靠玉绿树 所以我们从南藻或历藻多其色情 我们会得到非常多大地的能量 物质也好 能量也好 还有深色的 再说一遍 深色的素材 包括树叶 如果有些树叶可以吃的话 应该是很好 几点钟来 多几分 好 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就讲完 最后一句话 各位要知道 我们人艺公司 我们是在十多年前传的 那个时候 在校这些知识是很早就接触 只是说一路走过来 很多人说你为什么做自己呀 我自己说 大家都要哑交户口 这是本 最重要是当你能哑交户口以后 你能不能善尽社会责任 是重点 你如何把一个产业慢慢地走入到 真正要落实 生命生活生计生产 生态 自信都是绿色产业 都是对大地的一个环保产业 你能够把这个做好 就是中国人讲的 修其自批的世界 很多学界的人 谈到学不敢谈伤 很多谈伤的人 不懂学 这不是一个隔离的社会 赚钱的时候 在三言三 都赚钱是好事 当然是好事 但是这三言三 竞争 产占失常 功成略地 这些思维都是很糟糕的 要注意 我经常主张 同行是什么 是青江不是研究 我非常主张 包括我这边 就是不同的 同样的产生会来找我 来到我这里 没有秘密 我都会告诉你 我懂得都告诉你 如果你可以用 如今发财 今子有成人之母 我觉得在社会上 做事应该这样 三界应该改变 三界的一个氛围 各位啊 把全天下的钱 都赚在你口袋里 你小心你活不到明天 这就是我 我刚才谈到的 为什么有个风吹草动 刚才你讲的一句话 讲得很好 全美国总统 富人如果不能 帮助穷人 富人最后 也不能帮助自己 富人如果不能挽救穷人 富人最后 也不能挽救自己 就是这个道理 谢谢各位 谢谢